大家好,我是小杨 今天拍这个视频和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说皮衣可以去捡漏买一些 库存的便宜的 而水雕外套 这种皮槽里的,尽量不要去买一些太便宜的 这个我们就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 皮衣我们是 把皮当大的王 小的彩然后 再把这些小的彩片缝在一起 所以皮衣一带成型 是不可能再把它拆开来做成另一件衣服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说皮衣没法改款 最多也就是 改改秀长,改改大小 而且只能 大了往小了改,而不能够小了往大了改 而水雕外套这种皮操它就不一样 它是把一些本来很小很小的 水雕然后我们用抽刀工艺的方式 或者用拼接工艺的方式把它拼成大的 然后再做成一件衣服 也就是说它是从小做成大 而皮衣是从大做成小 小做成大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即便我把这件衣服做成型了 我把它重新拆掉之后 还是能够改成另一件衣服 这就导致了 好的水雕皮操不可能说很便宜去卖给你 因为如果 我很便宜卖给你 我还不如把这些 材料拆成一件小的 重新做一件新的 那为什么会很便宜的卖给你 就是因为这些水雕皮操可能已经是很多年了 比方说七八年八九年甚至十年以上了 或者说是 一些客户买过去的 穿过的衣服已经收过潮了 然后回收过来的 这些皮料本身它已经不是新了 那么我就没办法了 我就没意义再去重新做了对吧 我还不如便宜点一两千两三千卖掉它 所以说你们 那种 直播店看到的很多一两千两三千的水雕皮操 很便宜很便宜的 而且毛一字看到起也非常好 甚至是天耳龙短傲的 或者说甚至美国雕的 而且价格的话只卖一两千两三千 这种皮操肯定是有问题的 它不可能说是一两年两三年的货 至少超过五年以上 或者说是 一些客户穿过的 然后他们回收过来的 因为这种已经没有必要再去 拆掉之后重新做的 这种价值了 因为即便重新做了之后 它也只能够传个两三年 它就老发掉了甚至开裂了 如果说它只是一两年的货 那么完全可以把它拆掉重新做 也就是说一件处理的水标皮操的价值 如果它是 新货或者说是半新货 那么它的 价格不可能低 它是给原材料的价格的 如果说是工费不算了 原材料的价格不可能低的 如果是低于原材料的价格的 而且是好毛的 那么肯定是 库存货或者翻新货 皮衣不一样 因为皮衣它没法重新做 所以说有时候一些好货 一两年的款式过时的 它也会半价甚至低于半价去买 好了今天视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都是实话 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去买 便宜的 那种 处理的水标皮操外套 当然你稍微便宜一点 那是属于正常的 便宜给一两千那是属于正常的 毕竟有时候过时的嘛 拆拆也麻烦 毕竟要浪费工费 好了今天视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再见